手机顶部 是有一个前摄像头 30万的前摄像头 距离感应器 还有一个指示灯 还有一个指示灯 就在这顶部 然后这是听筒 手机底部 是三个触屏键 然后再看手机顶部 顶部是电源开关 ESV接口 3加5的耳机插孔 然后它这个中框 是金属材质的 就是这个中框 一圈都有金属材质的 显得比较沉稳 它的左侧是 那个比较简洁 没有任何按键 右侧是 上部是那个音量控制键 然后这个手机 没有那个拍照 那个按键 拍照键 它的底部 底部没有那个 底部就一个那个 这个是打开后盖用的 那个扣勺 打开后盖用的 然后后部 后部那个材质使的是 就是那种 三星可多手机 都使的是这种材质 就是硬面那种 挺亮的 挺光的那种材质感觉 这是五百万被造式摄像头 还有一个是闪光灯 联想的标志 底部是那个 那个喇叭 外放 从这地方打开后 那个后盖 后盖是比较好 好打开的 从这开始 双卡双带的 两个手机卡卡槽 这个地方是 储存卡卡槽 手机储存卡的 TF的 电池 3500毫安的 聚合物电池 型号是 205 带机比较强悍 转上后盖 给大家开机看一下 系统运行是比较流畅的 这个手机现在是 系统是4.11的系统 后期还支持升级到4.2 P710 4.11 好 就给大家测评在这里